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智Talk 今天請來Kathy聊天,Kathy你好 你好,我是Derry 叫你來,又是說說一些樓市的話題 特別是全省關注主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一如如期做一個切勒 真的可以激活我們本地樓市 沒錯 我們會陸續問你,業界究竟有甚麼訴求 或者應該怎樣才能幫助我們的樓市企穩回升 之前我們也要回顧一下 每個星期大家看樓價指數都是悲觀的 你見到本地樓價指數至2021年高位 其實回落幅度都差不多24% 業界都大喊很慘,新年幾間都說沒有成交 十幾年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你們之前都相對比較審慎 現在要不要再悲觀一點? 我又覺得新年期間本身都是傳統比較淡貴 因為大家都看著過年 我想又因為財政預算案公佈在職 真的很多市民或者所謂買家 想等著看看會不會真的切勒 觀望 觀望態度 所以才導致整個市況好像很淡靜 我們其實在看後市 好像你所說都比較深深 所以我們仍然是維持著之前的樓價展望 覺得今年因為考慮到息口的問題 雖然有機會會減息 但其實仍然會在高位維持一段時間 另外發展商手上也有很多貨美單位 所以我們相信無論是新款也好 或者未來二手市場 可能很多喚價都會比較貼視 或者相對有些折藥 所以我們仍然維持 今年全年有機會 所以住宅樓價會有5%至10%的下調 OK 到達10%的坊間也曾經有些大行 這樣說 大家不知道 不過我們觀望著一些特別好的因素 看看會不會接下來的機會回到樓市 剛才你提到息口因素 其實說真的 今年本身大家是唱美國減息 但得意在 最近美國出的數據是異常地強勁 兼且通脹比較韌聲強 大家暫時對減息的時間表逐步退後 這樣你們又覺得營繞著 或者影響著本港市場的氣氛 因素大不大 大的 因為無論住宅市場也好 或者其他投資物業市場也好 都是非常受複口的影響 所以接下來如果減息時間表再延後的話 我想絕對影響了投資者投資人士的氣氛 在坊間譬如聽或者談 其實一度有一些業界人士就說 因為去年年底 美國連續幾次都沒有再減息 然後大家就開始暢外減息 其實曾經在年底的時候激活過交投的 我們這一邊 其實是否實質真的受到那個影響 或是一些辣椒的放寬等等 如果你是指住宅還是一般 是的 住宅 住宅我想都是 還有可能真的有一些真真正正的買家 或者是用家 真的見到可能價格會落到一個水平 都覺得可接受 如果他們對後市來說都是自用的話 可能你再跌到5%或者其他 可能對他們影響不大 又見到一個正確的盤員 實情可能都會幾點數 那就考慮入市 現在是買家市場 沒錯 做業主就很頭痕 買家就等下 首先新盤其實見到減價幅度都很誇張 如果你說二手舊樓的話 即是在那裏等 如果你砍到3、4成就好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繼續等 是的 沒錯 因為始終你二手 可能你按揭方面 都未必好像你一手樓有這麼多優惠 所以變成二手樓市場實在 真是很受到影響 另一件事就是大家 第一就是息口來因素來點 都要繼續看著 摸著石頭過河 看著大哥美國那邊的取態 另一邊我們都要回顧一下 因為去年十月份 政府真的有一些個別的設立 亦都有一些 可能擴大一些專裁的優化措施 曾經大家都很大的憧憬 看看可不可以 但剛才Kathy都說了 最終其實大家只有一個等字 因為就是等個全設 其實成交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一二月其實到今年 去年這些數字其實都幾十年低位 是的 沒錯 一二月加上新年亦都比較早 再比較淡一些 那你覺得其實今次業界有什麼訴求 或者覺得政府全設的機會大不大 我想全設的機會都大 其實你見了 其實業界一度都長短了 它要撤立或者減立已經很久了 去年施政報告做了一些 效果不是很理想 首先它真的錯過了最佳的時機 息口比較高的時間 另外就算它之前放寬了一些 可能都跟專才有關 很多時候這些專才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未必立即會置業 通常可能會先看清楚 或者真的找到工作 有收入 才會做一個置業的考慮 所以當時我類的設立 未能夠完全反映在成交上面 或者整個樓價方面 還有接下來 都繼續有呼聲 可能你不同的業界 可能一些代理商都要求政府去做 我覺得它這次設立的機會都大 不過我們都是擔心 始終它錯過了所謂最佳的時機 這次就算如果設立完之後 如果樓市不反彈 我想對後市的氣氛影響都非常大 你說出了重點 大家都覺得可能成交會激活一些 起碼有些人想走就快走 有些人想買一趟機會也要做買 但是對樓價指調回升方面 其實刺激是否也不會很大呢 我們覺得也不會很大 始終剛才說了 息口仍然都是高期 可能大家也會擔心經濟復甦的狀況 自己可能就業的穩定 這些都是很多市民 或者買家的考慮的因素 所以暫時這個地步 就算它設立也好 可能會多一些交投 還有可能發展商也會趁機推盤 那如果你競爭大了 可能價格也會有一些競爭在裡面 聽說貨美 你說批停未批 還有五萬多 是啊 所以變了真的有很多選擇給大家 很多人覺得 你講真的 如果業主投資也是計算的 暫時如果你說拿著一層樓 那個租金回報就真的不是很高 如果你再買一層的話 除非真的去到很便宜 有一個影響數字 就是剛才你提到 專財下來 其實他們未必很快賣樓 但是他們會激活了租務市場 這個超級明顯的 因為我們都在說 很奇怪的 這個劉革雲租金其實背遲了一段多長的日子 就算你在警察股處 又或者這個圖表上面 就是中原的租金指數 你看到就升幅7%過外 如果我們由2023年的年頭開始計算 其實沒有什麼大規模回落 回了一兩個月 我想都可能是淡貴影響 之後大家都猜 應該會繼續搶上去 你覺得這個背遲 其實在歷史周期上 很難維持到這麼久 是的 我想今次都有幾個原因 剛才所說 真是專財和高財通來到香港 真是增加了租務的需求 同一時間也有很多香港有意志業的人士 想等樓價再跌一些 或者再看定一些才入市 那就轉賣為租 同一時間雙重的影響下 你就看到這個租金 就和這個樓價真是一個背前而行 大家可能有些心理準備 之前說租金可能會有些先行指標 這路路的話 其實都未必因為租金上升 而可以帶動回落 沒錯 這個要計算一下 剛才提及過 租金回報方面 其實現在大概都去到30% 比之前多一點 好了的 之前兩個幾% 現在大概是30% 沒錯 這個也是在高息時間 都比較正常的情況下 都是正常的情況 就是租金回報率會提高了 這個未必暫時能夠激活到業主入市 看樓價方面的走勢如何 剛才Kathy也提及到 如果我們單看住宅市場 我們看看接下來的才爺 會不會有些好的消息 帶給大家 但整體的樓價 感覺上都是比較審慎 我們可以說很悲慎 審慎 而其他環節方面 我看到你今年的預測 其實都有少少量點 包括看好少少零售方面 另外投資成交額 是大雅投資 我們稍後可能會再觸及多一點 但會不會來香港尋補 我們之後再說 為何覺得零售方面那麼好 現在經常說港人不上 香港很安靜 我們這個預測 其實都是看一線零售街 商店 大部份都是傳統的遊客區 購物區 自從通關二來去年 其實我們看到2023年 整體上租金都有上升 升了7.5% 我們覺得未來 今年 旅遊業的復甦 那個步伐會加快 變成業主能夠喊價 或者移租能力會更加提高 所以我們為何會覺得 那個零售街鋪的租金 還有上升空間 但相對地 剛才你說的 港人不上的影響 反而會反映在 我們民生區的商場裡 那個影響會比較大 因為始終可能周末 很多香港人都離開了 他們自己住的地方 去了深圳消費 或者其他地方旅遊 真的會影響了 我們民生區商場裡的店舖生意 相對地他們的租金 變成了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上升的空間 就會相對地較小 我留意到有些議員 甚至有些財金界的猛人 也有過去幾天 觀察到新年期間 初一 甚至年三十 大家會出去吃飯的時候 某尖沙咀的一個很大型的商場 竟然很多食肆員工 多過客人 引發出大家一個比較大的憂慮 然後最新的出入境的報告也顯示 原來在年三十至初一 166萬人出境 當中有70%港人北上 刺激了上面的消費 而我們這邊比較靜一點 暫時來說 在租貿市場裡 你覺得租金 現在浪得住 純粹是一個憧憬 在租戶或做生意的角度上 有沒有收到多少少的outlook 或者今年怎麼看 有的 其實你看回 如果說回一線界譜 其實我們看到不同的行業 那段時間 那個生意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改善 包括中標珠寶 這一類的金舖 真是很受一些旅客歡迎的行業 相對地之前一些 例如藥房 藥妝店 可能他們之前已經擴充了 變成今年其實擴充需求減少了 但是你說從去年 可能下半年開始 我們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 就是一些內地的餐飲連鎖品牌 是的 來了香港 可能他們來有幾個原因 可能想做香港一個 做一個廣告的作用 譬如吸引一些港人 可能去到內地的消費 能夠認得他們的品牌 另外有些可能是 拿來香港做一個 類似是踏腳石 可能會準備上市 或者擴充他們亞洲區的業務 我們看到這個趨勢都明顯的 這個都會支持著 一些傳統的購物區 或者商業區裏面的 一些零售的租募市場 你說的可能是否發生一些 比較核心一些 就是旅遊人士會比較多 尖沙咀 尖沙咀 旺角 你都看到的 或者一些比較大型的民生地方 可能之前將軍奧 我們都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業主 是不是都挺肯商量的價格 是的 因為始終現在都是想有一些 比較有知名度的品牌來香港 這個都會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趨勢 租約方面會不會和之前比較不同 就是你對前景 可能你找到一個好的租客 你寧願願願意易一點 整份合約的 和你談長一點 希望你繼續留在這裏 這個心態是否都會有些轉 那就要看看哪一類行業 你可能反轉餐飲業 他們可能相對地 資金投放會比較大一點 可能有機會那個租任期會長一點 但是你一般其他零售 我想傳統都是那些兩年或者三年 或者再有一個所謂叫做三加三 我們可以延長租任的時間 然後可能反轉 可能業主在這個時間 給一個相移的價格 可能希望生意 或者經過幾年之後有改善 可能希望有更多的加租空間 我記得上次和你私大亦都談過 你都說 當時其實行業上有些有趣 譬如可能有一些金融公司 或者證券公司 其實進駐了一些核心區 一些街鋪的位置 都很肯出叫租 但是這次你好像轉了 原來零售消費 食的買賣 買衣服 金色等等 其實好像轉換了一些行業的 我之前已經擴充了 始終我的行業的板塊不屬於很大 反而現在這些內地餐飲 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連鎖品牌 可以考慮來香港 與此同時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些內地的時裝連鎖品牌 其實都有考慮來香港 即是落點 但是暫時可能還在一個商議的階段 未是很實際 在市場上見到有成交出現 還有我們覺得 其實今年可能年尾 或者下半年左右 其實港人的不上消費 可能會相對地穩定下來 去門了 去門了 但是現在大家都是新鮮感 還有我們會覺得 例如你開始減息的時候 美元轉弱 人民幣轉弱的時候 可能你覺得 港幣相對在上面的消費 現在那麼好用 這樣的時候 人們又可能會留港消費多些 那也是 阿龍你新年期間 人民幣蠻好用的 所以大家自己想去覺得 食物特別便宜 沒錯 好 我們期待一下 看看空置率 會不會持續地改善 特別在街鋪方面 延早金河易浪得翻 這個我們有憧憬的 另外有一個 我每次見到你 你都會覺得很憧憬 我也明白的 因為你看到寫字樓的空置率 持續高 都有15-16% 這些紀錄新高 其實沒有什麼改善過 沒錯 因為過去兩年 其實香港寫字樓 夾級寫字樓的供應很多 兩年加起來 差不多有600萬呎 樓面供應了市場 始終疫情和疫情過後 可能經濟復甦的步伐不太快 令到市場的吸納速度慢了 你說今年 其實我們是說一個負的吸納量 負100萬呎的吸納量 所以亦都令到 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 再進一步退高 由原本 22年我們說是新高 15% 每次都說是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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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如果你說 將香港比較其他城市 其實這個十幾% 又不算是很高 有些人會量化 原來這個空置率 16%新高真是多少 等於7棟加FC 是 立即很害怕 沒錯 始終變成 接下來還有很多新供應 在未來兩至三年落成 說到未來三年 其實我們還說 平均每年有接近200萬呎 每年200萬呎的新樓面供應 所以我們的租金預測 都是相對地保守的 沒錯 會不會核心區那些 其實比較首當其衝一些 因為我聽 可能我不知道是傳媒 喜歡叫那些比較iconic 在中華核心地帶 租來租去都可能一半 或者更加少 還要是全新落成 有很多新的環保元素 可以吸引到公司 其實都似乎沒有賣點 其實我想有幾個原因 首先 其實不同的新供應 它有吸引到 或者他們的目標對象 租戶群又有少少不同 有一些可能現在 他們可能也是比較 對於租金的預期 都比較堅持 對 對 對 他們那個 例如Asking rent 相對地 始終是一個比較signature的項目 其實 我想 看下來 也是因為有新供應 所以同一時間 對當區的租金衝擊 是比較大 你說得沒錯 所以 看去年 其實去年全年 隔級寫字樓的租金 就下跌了6.5% 你可以看到有新供應的地區 就是過去兩年 包括港島東 包括中環金中 你看到那個租金的跌幅 大動 是由這幾個區域去大動 也都反映了 就是因為有新供應 變成競爭性大了 變成業主之間 不同的建築之間 那租金競爭性大了 就令租金的下跌幅度 比較大 對 有些朋友 譬如做生意 本來都說 在核心區 你同時間 首先好看 好聽 然後客人覺得很高級 然後慢慢都沒有辦法 很多都搬去九龍 或者九龍東 那些 其實那邊 其實又談得好 然後同時間 其實那些客人 很多都轉移去那邊 接下來的趨勢 是不是都由核心 變成另一個核心 我們又見到這個情況 又不是的 我想以前所謂叫做 就是decentralization 就是去中環化 其實那個趨勢 其實之前幾年已經減退了 可能有很多公司 就是他們所謂叫做 要去到一些 將他們的operation 或者寫字樓辦公室 搬去其他邊緣地區 你backoffice 很多都已經做了 反而我們過去一年 我們見到多些叫做 再中環化的趨勢 分回來 因為為什麼便宜了 因為租金便宜了很多 可能隔骨寫字樓 尤其是中環金鐘這些地帶 或者傳統核心 CBD的地帶 由疫情到現在 可能下調超過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三十 變成很多機構 或者公司 都趁著這個時間 可能用一個相對便宜的租金 或者它原本可能是一些 非核心區 差不多租金的水平 或者所謂叫做邊皮地帶 可能是上環 灣仔 銅鑼灣 差不多租金的水平 可能可以搬回中環 可能有些比較新的新型大廈 裡面可能有些環保 ESG元素又比較多些 我們反而又見到這個趨勢 也是的 還有一些國際性的公司 譬如新的商業大廈 有比較多環保元素 他們進駐為公司加分 沒錯 國際性上的ESG評分是高的 沒錯 所以這些都是其中一些 有趣的考慮因素 大家可以聽多些 既然香港的東西便宜了那麼多 我想看看大媽沙那些 基金也好 有實質需求的大人公司也好 會不會來香港 拿回一些東西呢 因為去年你的政策大額投資 又15年新低 是啊 只有370億 但我見基數低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們今年又樂觀一點 因為我們之前就憧憬著 今年年尾開始會減息 而且你會見到去年 其實本來都沒有370億這麼多 突然間第四季 成交今天衝了上去 有些大的成交 大手成交在最後那季成交 最主要你會見到 主要都是用家主導 我們覺得今年仍然都會是用家市 變成很多人 公司或者企業都會趁這個價格相對 尤其是寫字 會趁這個價格相對地 真的比較一個歷史的低位 趁機去吸納一些物業 用家佔多少 用家佔了成四成 去年很多 是啊 反而之前剛才你所說的 大MASA 基金 傳統的所謂我們叫做 投資主要來源 去年去到不夠百分之十 為什麼呢 算不算數 都覺得優勢不吸引 沒錯 他們融資相對地困難 因為始終那個息口比較高 變成很多時候 他們可能要一些的審批 都比較困難 另一方面 真的有關少少政治元素 譬如地緣政治 中美 沒錯 政府的關係 導致過去一年 可能香港 以至中國內地市場 可能暫時 被辟除了他們的投資市場 其實不算 看看其他市場 沒錯 你今年大選年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一些晶片領域 各種股票買賣 退休基金投資 其實很多都涉及一些政治考慮 比較敏感 避免今年 也不知道 可能年底特朗普上場 不知道是否又會激發 是的 有沒有人問你們 即是會激發香港的 我們就未去到這麼細緻的政治分析 不過我們會覺得 首先 剛才所分享了 今年都會是用家事為主 不過其實我們都知道 也有不少基金 都仍然想是 密息物業 看看何時可以出手 他們要的腰有多高 我想問一下 他們的腰都要去到七厘八厘 是的 所以現在在這個市場都是難 所以我們叫做不良資產 一些distress的assets 就容易吸引到這一方面 聽過很多選擇 是的 我跟一些銀行家聊天 他們說很多放出來 是很好的東西 是的 所以今年我們為何會對 成交總金額那個 會比較樂觀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他們在看的領域 是否都是你剛才所說的 跟零售相關重點是怎樣 寫字流都有 尤其是有些想要傳動 還有零售 零售 我想現在他們都改變了一些策略 可能以往他們要一個一個商場去看 現在可能是一個portfolio 是幾個街鋪 少少podium 他們可以用整個零售的一個組合去考慮 都多的 還有我們會覺得現在 那些所謂叫做家族辦公室 是的 他們就會少了一些政治的考慮 可能這個都會是其中一個投資者的來源 是 零售辦公室FO 政府其實是積極推廣的 看看會不會也都配合之前施政報告的一些措施 其實吸納一些公司能夠進駐來香港的話 或者將它的總部relocate人回香港的話 其實對這邊的需求或者刺激大壓投資有些幫助 另一邊我記得你跟我說的很有趣 因為剛才我們不是說 專才來刺激租務之外 其實是否都會刺激到一些大家投資 在想這個投資的概念過來買東西 沒錯 我們所謂現在叫做另類住宅 即不是傳統的住宅 是一些所謂我們叫做accommendation 即不單止剛才說了一些 可能叫做multi family 即一些類似service apartment 服務式住宅的這一類的投資 或者所謂叫做學生宿舍 是的 因為從去年開始 我們自從通關 其實亦都很多海外 尤其是國內的學生回香港 始終大學縮位有限 亦都引發了這一方面的需求 其實在施政報告 政府都再講了 會將所謂叫做非本地薪的學額會再增加 我們預期這個都會是另一個 值得留意的投資辦法 是的 現在各項人才計劃 其實獲批已經有13萬5千宗 是的 當中高財通也有5千宗獲批 很多人來到香港 聽這些地產代理說 他們都看著做這方面的生意 做著先 希望讓市場氣氛更好 或者可以吸納了這班客人 來了一陣子之後 會不會真的想想置業 沒錯 謝謝Kathy和我們各個領域都能掌握 希望下次見到你的時候 就不要再 大家樂觀點 樂觀點 不要空置率有15年新高 還有樓價方面 真的可以止跌回穩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